28号的上午月9点左右 台九线玲融路段发生了一起大型 垃圾车反复的意外 该车辆直接反复横躺在路中央 民众特别提醒表示 新丰坪大桥兆丰农场南下路口 垃圾车不想再垃圾 就躺在内车车道路过请小心 经警方到场时发现驾驶已经自行脱困 并未受伤 经了解理性驾驶有适当的驾驶执照 驾驶着大货车沿着永丰路往东行驶 行经上述的地点因轮胎爆胎导致车辆的翻覆 现场油脂尚未处理完毕 而警方在现场执行交通的管制 称凤林镇台九线217.2K南下车道有交通事故 警方货报后赶赴现场 发现一台自用大货车翻覆于现场 经警方到场时 发现驾驶已自行脱困并未受伤 经了解为理性驾驶 52年次有适当驾照 驾驶大货车沿永丰路西往东行驶 行经上述地点时 因轮胎爆胎导致车辆翻覆 因现场油屋尚未处理完毕 警方在现场执行交通管制 台九线南下车道改道通行 由照封农场 接去台九线永丰路通行 现场于十二十八分经公路段铺上墓穴 排除路况 详细造则 原因仍带警方调查后厘清 台九线南下车道改道通行 由照封农场接去台九线永丰路通行 现场在十二点经公路段铺上墓穴后 排除路况 详细的造势原因仍带警方调查后厘清 记者凌杰 凤林郑采访报道